我们可能不太了解美国的内幕。 据悉,特朗普上台之后,美国搞得沸沸扬扬的事情,当述总统府与西谷的较量。 当然,在这场较量中,最精彩的又是特朗普与库克的战争。 看了美国选举的朋友们都知道,历届总统在竞选时,都会承诺人民。 如果自己当选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多少就业,为他们投资多少去兴建基础设施,改善生活环境。 当然,特朗普也不例外。 然而特朗普为了兑现承诺,可谓是绞尽脑汁,威逼利诱。 但库克似乎很不给面子,让特朗普很为难。 客观看来,特朗普的想法是很值得支援的。 但库克的思维也很正常。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者表示, 假如苹果元件的生产线和组装车间,由外国搬回美国本土, 那么每一部苹果手机的价格,会增加70至100美元之多。 这让美国消费者很头大。 美国有媒体做了民意问卷调查表。 上面显示, 有部分美国消费者表示, 苹果手机价格上涨100元甚至200元。 他们都能够接受。 不过这部分人总比例不到四分之一。 库克对于工厂搬回国土的态度,也是毫不含糊。 他讲, 如果苹果手机涨价, 大部分顾客会放弃苹果, 而是选择其他国家的廉价手机。 目前, 中国的手机品牌多, 价效比也较高。 另外, 美国本土劳动力成本远高于东南亚、南美等国家, 将苹果厂家搬回本土, 无疑是自取其辱。 还有, 特朗普表示要鼓励出口, 降低税收。 这样一来, 美国本土生产的苹果, 必将大量出口, 那就会增加大量运输费用、 关税等, 对苹果乃至美国经济都非常不利。